第六次議會第三次第十三次的認識會 是來進行國委員會的議案審查 包括說有建設保安國幹部委員會 總共10個提案 但部分是只要通過 也要是公商市府來願意 其中是尊重到交通路口 投擲這個項目的支持 議員就建議市府要來進行清紮 而且要幾個統一承認投擲的這個項目 最好在市府保安委員會提案 投擲部份 五天提案都向交通有關係 在中在交通路口 投擲定和支持 議員王家政就建議市府 進行清紮 並幾個統一承認投擲 投擲定和 就是說左轉號制燈它會經常做一些改變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要求交通局 做一個全面的這個會整 譬如說重要路段的左轉號制燈 如果你需要做早開或持閉的話 也應該要有所依循 不要突然做出什麼舉措 讓民眾讓行路人無所適從 造成可能的交通事故 更認真的從行路人的考量 整個交通安全的考量 來做左轉號制燈的一個規劃 沒有辦法全部的左轉都是用保護石像 專用石像來處理 所以就會有第二種情形 為了要紓解轉彎車 不要因為一台轉彎車擋到了後面所有的 執行車輛 我們就會利用耗製的時差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方式當然 早開跟磁幣會有剛剛一座提到的 大家會無所適從 所以我們盡量 目前我是請同仁以早開為原則 非不得已才用磁幣 因為當時市区一些道路原本就比較悶 我情節讓他安靜山頂扎開 也才是萬塊 提供道路 如果道路比較大 可以正式道路車道 高通局長的網民就表示 因為控制安全道的貼索 經費比較大 未來的空間跟務局作為合伴 記者送你合企為蔡鳳佛的